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迪丽热巴坦言 喜欢自言自语 11月11日讯 迪丽热巴作为影视圈的当红花旦 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 她的出色演技和甜美外貌 让她在娱乐界独树一致 除了在影评上的亮眼表现 迪丽热巴的时尚品位也备受瞩目 她频频亮相各大时尚活动 穿搭时尚大胆 引领了不少时尚潮流 她的造型总是兼具优雅与前卫 让人印象深刻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装扮 她都能轻松驾驭 展现了她在时尚领域的独特魅力 同时迪丽热巴在时尚圈的地位 也不可忽视 她时常出现在各大时尚活动 和品牌发布会上 成为众多设计师和品牌的宠儿 她独特的时尚品位和优雅气质 使她成为时尚icon 备受年轻一代追捧 最近迪丽热巴在一档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再次引起了广泛关注 她受邀参加一档热门综艺节目 《花儿与少年》 展现了她活泼可爱一面 与其他嘉宾互动融洽 引发观众笑声连连 不仅如此 她在节目中还展示了高超的综艺表现力 成为节目的一大亮点 尽管事业如日中天 但迪丽热巴在综艺节目中 却坦言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困扰 在综艺节目中 她坦率地表示 因为我一直在自言自语 我就自己聊天 我也不用担心就是会说错话 我一个人在屋子里的时候 我的话会很多 因为我不太会接梗 这番坦白让人看到了 迪丽热巴在生活中 或许并不如外表看起来的那般轻松 她在节目中透露的独处时的喜好 似乎暗示了一个安静沉思的一面 对于一个频繁曝光在公众面前的明星来说 这样的自白更显得珍贵和真实 精神状态的波动在娱乐圈并不罕见 尤其对于高知名度的明星而言 承受的压力更大 迪丽热巴敢于分享自己的心声 也让观众更能理解她作为公众人物的多面性 与此同时 在节目中 迪丽热巴的状态相当憔悴 甚至有些显老 整个人看上去一点都不精神抖走 这样的状态引发了网友们的不少猜测和议论 一些观众对于这个看似疲惫的迪丽热巴感到担忧 或许正是出于对公众形象的维护 许多明星在公开场合都力图保持最佳状态 但迪丽热巴的坦率展示却让人看到了她真实的一面 在娱乐圈的竞争激烈 压力山大 明星们也需要有属于自己的调整和放松方式 这一瞬间的憔悴或许只是工作繁忙的一种表现 但也可能是对于压力的释放 观众们对于迪丽热巴的关心 或许会成为她前行路上的一份温暖 期待她在未来能够找到更好的平衡 保持更加健康的状态 迪丽热巴的坦诚真实让人深感亲近 她敢于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喜欢在屋子里自言自语 这种真诚的表露让她更加接地气 平易近人 我们知道 娱乐圈往往充满了光鲜和虚假 而迪丽热巴的勇敢坦率正是一抹清流 她不像一些明星那样刻意隐藏自己的生活状态 而是毫不掩饰地展现出脸色憔悴的一面 这样的真实让人感到她是一个有血有肉 经历过生活起伏的普通人 在她的言语和表情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坚韧的迪丽热巴 而这正是她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这次的自白不仅是对她自己的勇敢正视 也是对粉丝们的真诚交流 她没有逃避 没有隐藏 而是勇敢地展现了自己的真实状态 这种坦率和真诚 无疑拉近了她与粉丝之间的距离 也让人更加喜欢她这个真实而有趣的女孩 因此让我们以更加包容和理解的心态 多一份疼爱 多一份支持 让迪丽热巴继续在娱乐圈中 展现她独特的魅力 因为她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个真实而坚强的女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